太阳药巴,一种最剧烈的太阳爆发活动,它能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能量,并向外抛射太阳,预免物质,形成我们所称的太阳风暴。 发生于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是首次有记录的太阳药巴,高能辐射袭击地球的事件。 那场太阳风暴造成了当时唯一的电器网络,电报通讯网络的全球性残患。 之后,美国为了修复本国的电报系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卡林顿事件还是世界公电的地球受到的最强一次太阳风暴袭击。 卡林顿事件之后,人类已观测到无数次太阳要搬活动,其中有些太阳风暴也曾造成地球上多次区域境内供电系统受损,卫星损毁,通信中断,等灾难。 如果,再有一次与卡林顿事件等级相当,或更大的太阳风暴袭击人类,人类还能够毫发无损吗? 冲击前18小时,太阳正在进行着自己的日常活动,依次特别巨大的爆发,在太阳表面吹出个美丽的大气泡,然后,气泡破裂,以打船操舍物向外射去。 18小时后,它将抵达地球轨道,而那时,地球将正好运行到这个位置,冲击前17小时52分地球上, 监测太阳的科学家突然注意到了太阳上出现的极为强烈的药班和极为强烈的电磁波信号。 卫星信号变得极不稳定,部分地球短波信号中断,冲击前16小时,太阳风暴高射出的高能粒子到达, 一部分人造卫星因高能粒子的打击而损毁,另一部分卫星被触发进入半消眠的安全模式,以抵约打击, 但依然无法避免不放电子元件的损坏产生故障。 冲击前1秒地球上不放地区,被天空中最明亮的极光照亮。 绿色、红色、紫色、蓝色的光在天空亮起,看起来极为玄化和美丽。 冲击太阳风暴的打击正式开始,卫星运转进一步遭到破坏。 数亿吨的太阳日免物质使大气层充满电流,强磁场将吞没地球,使地球磁场在给压下严重变形,大气也因此向外膨胀。 随着电流涌入,全世界的高压电线被压器开始收到致命的打击,爆炸、溶解、崩溃。 冲击后一分钟很多家用电器短路,迸发出的火花,将引燃周边的易燃物,开始燃烧,全球范围开始停电。 人们多数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以为只是一次常见的局部停电。 事实上,灯一旦灭了,可能它将再也不会亮起。 尖空中,正在飞行的飞机上,飞行员赖易导航的卫星一定被系统失灵,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无线电通讯收到干扫。 飞行员无法与空中交通管制中先取的联系,如果他们正在黑夜中飞行,他们甚至无法通过肉眼,分别在同一航路上是否有其他飞机。 而向下看,地面已陷入一片黑暗,没有可参照的地面灯光指引。 他们必须在燃油耗尽前迫降,飞机将会有极大概率坠毁,冲击后一小时城市中已冒出无数火灾。 但消防中心没有接到包警电话,没有电力支撑,通讯系统已全面瘫痪。 消防车主动出击,试图扑灭大火,但当消防员接上消防窗后,并没有水喷出。 维持水压的电风已停止工作,城市供水系统碳化。 加油站也先排起了长队,但没有一辆车能加到油。 没有电,加油站无法将油抽出,注入汽车。 事实上,没有电力支撑,全球输油管道中的油泵,也已停止工作。 加油站仅存的油即使能够抽出,也支持不了太久。 冲击后六小时,维修人员赶到现场,准备对输电线路维修。 但他们将发现变电器发生熔断,里面的线路融化在了一起。 这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即使更换变电器。 目前又有多少县城的变电器用于更换? 没有电,工厂已无法立即恢复变电器的生产。 而且运输也同样是个问题。 维修人员还发现,很多高压输电线已消失。 他们很多因严重扩大而以爆炸,融化。 大型发电站中,或许还有未被损毁的备用设备。 但现在即使发电,也没有办法向其他地方传输。 冲击后六小时没有电,没有水。 人们甚至发现,他们也没有钱购买食物。 依托电力运转的全球金融系统已经瘫痪。 即使你有再多钱,银行无法核实。 也取不出来,银行财不能刷。 网络支付工具也无法使用,无论你曾拥有多少个零。 现在他们连数字都不适,除了留在身边的少量现金。 人们的财富已瞬间蒸发,超市开始成为战场。 人们可能抱着购买的意愿走进这里,但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抢毒战争。 钱,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或许有些地方还有小型硬机发电机能够运作。 但很快,他们将因为没有燃油而停止工作。 冲击后24小时依赖供水系统和自动化浇灌系统的农田里,已经24小时没有浇水了。 过去依靠电力农田,现在不可能依靠仅有不多的工人进行管理。 大量农作物即将死去。 冲击后两星期城市中的食物几乎消耗殆尽。 你是抗争还是不抗争? 抗争,你可能会被杀死,不抗争你将被饿死。 一部分人正向郊区,山区迁移,那里还可能找到大自然提供的食物。 没有油,交通工具已无法使用。 位于城市群中的人们,多数间饿死,渴死在路上。 大规模工业开发和污染,让他们可能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 吃到来自全世界的美食,但却并没有给他们在城市中间留下太多生机。 更寒冷的地方,没有电,油,食物。 人们现在可能正在零下几十度的寒冬下艰难求生,很多人将冻饿而死。 从今后一个月,人们对食物的贪婪,只剩会进一步陷入无法无迁的状态。 他们已不介意用哪种方式获得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水、能源等重要物资。 力量将成为衡量对错的唯一标准。 更要命的是水。 干净的水源断绝,没有干净的水可以饮用。 甚至连从马桶的水也没有。 城市开始污水横流,抽气熏天。 天气稍微温暖一些的地方,掠气,破乱,开始侧月。 很多人将刺激瘟疫。 在核电站,用于抽取水源冷却反应堆堆新的备用发电机,因为没有能源停止了工作。 很快,破热到核反应堆将爆炸,放射性碎片与尘埃四溅。 爆炸范围内的人将全无生路,而放射性尘埃还将飘向更远方。 有些可能还不足以致命,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将更容易离患癌症而死去。 冲击后三个月在饥饿、缺水、肚射、疾病还有人类自己制造的混乱中,几十亿人死去。 冲击后一年很多城市已成为死城,便利依然没有恢复。 活着的人们在荒野中向大自然寻找生机,以后大自然的退众,可能仍然能有百分之十的人类能得以存活。 人们开始尝试种植一些基本的作物,以维持未来的生活。 但是,在过去某些生物公司改养种子,那些曾经高产的种子,在经历几代后,可能可力无收。 只有那些自然的种子,依然能够获得稳定的产量。 冲击后两年地球与人类逐步获得平衡,人们开始尝试恢复能源、电力。 事实上,人类分明比科学家预言的将到退到18世纪更为严重。 存活的人类中,或许有铁匠、水电工、化工、科学家等等。 但它们掌握的技能仍然需要依托电力的存在,没有电力它们掌握的技能毫无用处。 而那些藤口口相传的手工技艺早已失传。 即使制造一个零件也并非易事,分明的恢复绝不会太快。 我们必须重新开始。 还有没有希望? 有,这场灾难并非不可避免。 希望在灾难之前,对于太阳风暴的研究,已经让很多科学家已经指出, 只需要加固和保护电网,建立有余系统和备用系统。 让它们能够更好地抵抗太阳风暴的冲击,加固过程非常简单。 虽然整体化费不费,但也竟会占电网运营成本中的很少一部分。 但事实上,在那些有私人企业的运营电网的国家, 对于这一建议夺置入网文,对于它们来说, 不可预知的灾难和可计算的金钱相比。 不值一提,太阳风暴是否会降临从来不是问题, 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本可能只是人类的态度。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贴近郵便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